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来赞美 主也和花 她的âsai永远桑春 同声歌颂 他能群罉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照耀 他的花发出针灸奇妙创造 他身处大能的旁边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拯救他艰选的百姓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毁灭他一切的仇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挥白在主面前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疏散他的恩典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从黑暗中引导我如光明 他从失望中引导我如生命 他的怜悯日日更新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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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挡一切骄傲生命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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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他拯救他艰选的百姓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毁灭他一切的仇敌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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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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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到頂走 夢中有你腳 我來追伴 腳步有你的隱藏 主你是我的生命 夢中有你腳 我來追伴 腳步有你的隱藏 感謝你對我的愛 讓我寄回對照來 天靈北昏飛我走天改 現在永遠跟我當在 我背大聲唱好人知道 耶和我有無憾的愛 世界的人都來敬拜 耶和我是完全愛 祝你是我的生命 風雨當時到人走 夢中有你腳 我來追伴 腳步有你的隱藏 祝你是我的生命 風雨當時到人走 夢中有你腳 我來追伴 腳步有你的隱藏 感謝你對我的愛 天靈北昏飛我走天改 天才永遠跟我當在 我背大聲唱好人知道 天靈北昏飛我走天改 天靈北昏飛我走天改 耶和华有无憾的爱 世界的人都来见拜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世界的人都来见拜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世界的人都来见拜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深深爱我 恨我在你手心中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恒的主 为的主 上帝 为的奇妙神 宇宙创造主 在你眼里 在你眼里 万国之乡 小水的 无人与你相比 无人与你相比 在你眼里 万国之乡 小水的 无人与你相比 祝你成为的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深深爱我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恒的主 为的主 上帝 我们自由地敬拜祂 我们自由地敬拜祂 How awesome you are 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成为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恒的主 永恒的主 唯一的主 上帝 永恒的主 唯一的主 上帝 永恒的主 Now let's jump into This weekend's message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 这个周末的讲道 所以结果 我们能进入 这个礼拜 会说多信息 Now I want to talk about just one simple word or one simple thing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in this season 我要跟大家 谈的就是在 这个季节当中 我们常常提到的 一个话题 我会跟你说 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想想 说到一个话 My message this weekend is entitled Peace 我这个周末要讲的道 是关于平安 这个礼拜 讲的就是关于平安 Now we want to talk about peace because these are rather troubling times that we're in 我们要谈平安呢 因为现在是一个 非常充满着 动荡的时刻 我会说平安 是因为 这种 我们全国 真的有党的 这个事情 and it's often in troubling times that peace becomes so relevant to all of us 在这个令人 焦虑 还有动荡的时刻 平安对我们 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对我们 有这个交流 的点声 这个平安 对我们 真的重要 这个功夫 Now with that I want to jump into today's scripture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看 这个 今天要讲的 这个经文 所以结果 我们来看 今天你 要讲的这个经文 Let's take a look at We're going to be reading two sets of passages John chapter 14 verse 27 and then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s 6 to 7 我们会读 两段经文 一个是从 约翰福音 14章 第27节 然后一个是 菲利比书 第4章 第6到第7节 那哪里 先谈这两段 的经文节 是约翰福音 14到70 另外一个是 菲利比书 14到70 约翰福音 14章 27节 我把平安 留给你们 把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像世人给的平安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害怕 约翰福音 14章 第7节 我将平安 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像世人 赐给你们的平安 你哪里心里 不肯有求 也不肯 走 匹立比书 第4章 第6到第7节 你们应该 一无挂虑 凡是要 借着祷告 和祈求 以感恩的心 将你们的需要 告诉上帝 这样 上帝那超人 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今天我要 特别为大家 做祷告 我们领受上帝的真理 还有 祂要对我们说的话 所以今天 我要特别为大家 做一个祈祷 给我们 领受上帝 今天要跟我们 说一位 可是今天我们 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要谈到 关于平安的 一个事项 但是今天 我们要祈祷 我们要讲到 一个关于平安 和一个事 这个周末是一个 非常的周末 因为在我们的家中呢 往往有一个特别的人呢 是给我们 很多的平安的 所以这礼拜是一个 第二礼拜 因为今天 除了 往往有一个 人喜欢 人有这个平安的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 So we want to say Happy Mother's Day to all the mothers 我们要祝每一个 妈妈们呢 母亲节快乐 我们要祝每一个 妈妈 这个母亲节快乐 快乐 You know very often moms bring a certain sens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home 所以很多时候呢 很多的母亲呢 都把平安 跟安稳的 带给他们的家 人家嘴 把妈妈 讲这个平安 跟这个安稳 到底这些处来宾 So to all the mothers watching this stream we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Mother's Day 所以每一个 观看这个视频的 母亲们呢 我们祝你们 母亲节快乐 所以每一个观看 这个视频的妈妈 会祝你们 这个母亲节快乐 So we want to take some time to pray as we pray for this service and this work we also want to pray for all the mothers here 所以当我们 为这篇道 还有所有的听众 做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 为所有的母亲们 也做祷告 所以我们为了 这篇道教 为了所有的人 感到我们的妈妈 来做这个祈祷 So if you're in the same house so when you stretch your hands out towards your mom to pray for her or husband means stretch your hand out to your wife and let's just pray for her 所以如果现在呢 你跟你的妈妈 在一起的话 或者是做丈夫的 你可以伸向手 举向你的妻子 为他们做祷告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让他们去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赐我们 我们的母亲 作为我们的礼物 主耶稣 and how you often use them as the extension of your love and your peace into our homes 他们往往 是你爱的延伸 在我们的家中 所以我们 我们要祝福 所有的在看这个 视频的母亲们 use them and anoint them 求你恩膏使用她们 and may they rise up to be the women of destiny that you've called them to be 让她们成为 有使命的女士 Lord we pray for all of us as well 主我们也为 我们每一个人做祷告 主要为给我们 每一个人来做这个祈祷 that as we hear this message on peace 当我们听这个 关于平安的信息 等我们听这个 关于平安的信息 may your peace come and fill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让你的平安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充满我们 让你的平安 临到每一个人心上 来唱末的功能 so we commit this time into your hands 我们把这时间 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这个时间 交托在你的手中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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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God bless all the mothers we thank God for all of you 神大大的祝福 每一个母亲们 我们为你们献上感恩 兄弟多多 请和我们一位妈妈 我们为你们 献上感恩 So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peace 所以我们提到了平安 所以我们能够 说到平安 and as we read those two parts of scripture what we learn is that peace is a supernatural gift that comes from God 当我们读到 刚才的两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 平安是 从上帝而来 而且是超自然的 and so as we talk about it let's come back to what is our understanding of peace 所以当我们 讨论平安的时候 让我们来 对平安 做一个定义 I think this is what most of us understand peace to be 我们很多人 对平安的理解 就是这个样子 平安就是 没有或免于冲突 动乱或干扰的影响 安宁 平安就是 没有更便宜冲突 动乱 更严重的影响 跟这个安宁 Now this is what I found in the dictionary 这个是我在字典里面 所找到的 这个是我在字典里面 找到的 Now it's a good start 这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的定义 这个是一个 真正好会开始的定义 But we want to go through scripture and learn what God actually teaches us about peace 可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学习到 上帝要教导我们 关于平安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来听到上帝 教导我们平安 会听到 Now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us two very important aspects of peace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平安的两个方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平安的两个方面 No.1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inward peace 第一呢 是一个内在的平安 第一呢 这是一个 来在的平安 This is a peace that comes and kind of affects our emotions our thoughts our hearts 这个内在的平安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思想 还有我们的心 这个来在平安 会影响到 我们的师兄 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给我们的心 That's why John 14.27 Jesus say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 所以就是为什么 在约翰福音 14章27节说 耶稣对我们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所以 为什么 提前 约翰 14 丢了 去 亚索 你哪里心 来 五汤 有求 So Jesus is bringing up that this inward peace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our hearts 所以耶稣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内在的平安 影响我们的心 所以 现在是跟我们说 越来在 平安 会影响到 那些心 Now think about it that every time something goes wrong in life our emotions our hearts are affected 我们仔细地 想想一下 当我们的生活 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心 往往会受到影响 如果 想想想 如果 等我们的心 出钱 问题 等一下 那那些心 就有这个影响 Let's say you had a bad day at work 比方说 你工作的 一天不顺利 比如说 你一天 一天真正不顺利 You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a friend or with your spouse 你跟你的朋友 或者跟你的丈夫 或妻子 有了争执 你跟你的朋友 开始说 你太太 开始在中央 有起这个消灭 Maybe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或者你为 你的经济状况 而担忧 开始 你为了 在经济状况 来担忧 Now so what happens then? 就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呢? 你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呢? You're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it all day 你会整天的 在那边 想这件事 你会 整天的在那边 想这件事 You're feeling You're feeling very stressed about things 你会感到很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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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maybe even when you try and sleep at night you can't sleep 有些时候 你很难入眠 有些时候 你会感到很多的压力 平安的感觉 你们的心里 不要忧愁 所以为什么 Yasuo的跟我们说 那在心里 不要有忧愁 Listen啊 Jesus didn't say Your life will never have trouble Yasuo没有说 你的生命里面 永远不会出现问题 Yasuo没有说 你心里面 永远不会出现问题 But what he says Is that your hearts Don't have to be troubled 可是他说的是 不论发生什么事 你的心里 不需要忧愁 That's why Jesus also said this In John 16 33 所以就是为什么 耶稣也在 Yasuo in 16章33节 说了这句话 我把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 有平安 你们在世上 会有苦难 但你们要放心 我已经胜过这世界 我将这种事 告诉你们 是要求你们 在我里面 有平安 你们在世上 会有可能 但你们要放心 我已经胜过 这个世界 See the thing is when we face the troubles in life 所以当我们面对 生命的 这些状况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生命中 的状况 的事情 Like I said just now it leaves an impact on our inner being 就如我刚才 提到的 它会冲击 我们的内心世界 就是想到 照着说 说到 一些冲击 让它来 心的世界 Your emotions are affected 你的情感 受到影响 你的情感 受到影响 Ever your mental state is affected as well 你的精神状况 也会受到影响 你的情感 也会受到影响 And sometimes even our physical bodies become affected by that 有些时候 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会受到影响 有些时候 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会受影响 And very often we try to find ways to cope with those situations 很多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 来应付这些情绪 请嘴巴 那种的小方法 来应付这种爱数 The world gives us a lot of solutions as to how to find peace or how to find at ease 这个世界呢 又教导了我们 很多尝试 得着这个平安的方式 这个世界 你教导到那种 用到真的多重视 来听到那种 平安的方式 They say Oh, if your stress go on a vacation take a break 如果你有压力 就去度假 来舒缓一些 这个压力 那是说 如果有这个环境 你就会吃风 会舒缓 就会心情 If your emotions are unmasked then they say maybe get a hobby or something 如果你的情绪 很不稳定 你就找一个嗜好 Or maybe if you're They say If you're rich and you're successful you will never feel a worry like that again 或者是 如果你非常的成功 你很有钱 那你永远就不需要 为生活忧愁 Some other people try and cook by drinking or smoking or any other kind of vices 有一些人的应付方式 是抽烟 酗酒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 这些上瘾的东西 有些人 应付的方法 就是说 喝酒 胸气 开始用你 这个起源的数 So these are the ways that the world tell us to how to cope with the troubles that we face 这个就是世界 教导我们怎么样 应付苦难的方式 这个就是说 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看 耶稣对我们所说的 他说的就是 平安 不是这个世界 所给的 所以当我们看 圣经的中间 耶稣说的 他说 以后的平安 无限 这个世界 这就是他在 约翰福音 第14章27节说的 这个就是 约翰福音 14-27 所说的 Now what does Jesus mean there? 耶稣在这里 他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在这道 他说了什么? His peace Is different from this world 他所说的平安 跟这世界 给的平安 是不一样的 以所说的平安 跟世界所行的 是没效性的 See the peace the world gives us is superficial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平安 是一个非常 表面式的平安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平安 是真的表面式的 But the peace that God gives us is an inner peace 可是上帝 给我们的平安 是一个内在的平安 但是 相帝给我们的平安 是让我们来 在平安 The second difference is that the peace this world gives us is temporal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平安 是一个短暂的平安 第二个 不像世界 我们的 即是第一次的平安 But God's peace is eternal 可是上帝 给我们的平安 是永恒的 但是兄弟 我们的平安 是永恒 So now the thing is But you say Pastor there's so many troubles in life 可是你可能 会对我说 牧师 这世界 这生命 充满太多的苦难 有可能 在国 牧师 这个世界 充满太多的苦难 How do I then find this peace that comes from God 我怎么 才能找到 这个从上帝来的平安呢 我专门 才会找到 对上帝来的平安呢 Well if peace comes from God then we must then go back to God 如果平安 是从上帝而来的 我们就要 回到上帝那里 找到这个平安 那是平安 是对上帝来的 那他也多 对上帝来的 这个平安 Let's take a look at Matthew 6 33-34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 第六章 33节到34节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 第六章 33-34 你们要先寻求 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单就够了 你如果要先寻求 上帝的国家的业绩 这一切都会赐 给你人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只有明天忧虑 一天难处 一天单就够了 Now if you look through this whole passage in Matthew 6 here 我们如果看 这整篇的 这个马太福音 第六章 那是你看 这个马太福音 第六篇 整个地方来说 Jesus is telling us not to be worried not to be troubled 耶稣在教导我们 不要忧愁 不要忧虑 耶稣教导的人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And his answer is found right there in verse 33 答案就在 33节里面找到 答案 就在333 17到日取得 He says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他说先寻求 上帝的国 他说先寻求 上帝的国 Now the problem is that often we don't actually seek the kingdom of God 很多时候 我们的问题 就是我们 不寻求上帝的国 寻求拜师 我们没有寻求 上帝的国 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seek the kingdom of God? 寻求上帝的国 是什么意思呢? 寻求上帝的国 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trust that God is sovereign in that situation 是要相信上帝 是掌管一切的 在这状况当中 祂掌管一切 谁要相信 在中国里面 那里想 上帝是掌管一切 It means to believe that even if things don't go your way God is still the one that's in charge 也就是 意思就是知道 就算 事情不照 我们的意思 发展 上帝 他仍然掌权 意思就是 跟他说 如果这个事 不是教律 所想的发生 但是那里想 带人掌管一切 And right there is the reason why often we don't actually find this inward peace 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是 为什么 我们找不到 这内在的平安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 寻求上帝的国 祂的义 我们是寻求 自己所要的 意念 Let's think about it 我们来想一想 Let's think about it Whenever you face troubles 当你面对 一个苦难的时候 当你面对 一个困难的时候 You already have formulated an idea in your mind on how this can be resolved 我们往往在 自己的脑海里面 都想到一个 解决的方法 一个出路 You have an idea of what is the best outcome that you would like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 那个最好的 解决方式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留一个概念 最好的改革 是安全的 And so when we pray we tend to pray to God that this outcome is what will happen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会告诉上帝 说我们要 看见这样的结果 所以当你祈祷的时候 你跟上帝说 我会看到 这样的结果 So you may be doing the right thing where you're praying to God 可能你祷告的时候 你做的 的确是正确的 可能你在祈祷的时候 你所做的是 对的 But if you actually are praying for your own desired outcome does that actually show that you trust God 可是如果你只是 在为你自己 所要看见的结果 来祷告 你到底 有没有信靠上帝呢 但是你所计度的 是要看到 叫你自己的方法 来做来说 你是不是 真的有信靠 人的相帝呢 That's not trust at all 这个不是 寻求上帝的国 不是信靠他 这个不是 寻求相帝的国 来寻求他 In fact that's why sometimes we feel like we got no peace at all 这就是为什么 往往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没有平安 这个就是为什么 那人往往 你只要这个事情的解决方式 是照着你的计划的方式 你只要这个事情的解决方式 可是如果你跟我呢 都是完全的相信 信靠上帝的话 那是你跟我完全的相信 信靠上帝来说 When you know that even if things don't go your way but God is still in charge and God is doing something 你知道就算 事情没有照你的意念 发生 可是上帝 他掌管掌权一切 那这个时候呢 你心里就有一个 内在的平安 你看 这个是来平 对我这个来平的平安 For us as Christians 我们身为基督徒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 Peace is not found in knowing that there's no trouble or that the trouble will be gone 平安不是知道 我们的生命 没有苦难 或者苦难 他离开了 平安不是说 那人生命中 没有可能 开始这些可能 已经离开掉 而平安是知道 明确地知道 上帝他是谁 以平安是哪能 便携会知道 相帝是谁 Se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why when we face trouble people try and solve it by themselves 最终呢 很多的人 遇到苦难问题的时候 他们要照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 所以中间 很多人对到 苦难的问题 他们会照着 更多的方法 来个改冠 I can just imagine when we go through a troubling time 当我们面对 一个苦难的时候 等到我们面对 一个苦难的时候 We go to God and say God what do I do 我们会来到 上帝面前问 上帝啊 我该怎么做 你要来到上帝 面前问 上帝啊 我应该安全又做 God tell me exactly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tell me exactly what I must do 上帝你告诉我 第一步 第二步 到底什么 要怎么做 请你告诉我 行啊 请他跟我说 头一拨 你拨 三拨 要安全又做 But God looks at us 可是上帝 看着我们 但是上帝 看着那人 And he says all you need to do is trust me 你必须做的 就是信靠我 你必须走的 其实信靠过 And men will go like But God how can You know I must do something 可是上帝啊 怎么这么做 我不能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我必须做一些东西 但是你跟上帝 说上帝啊 Malai 西亚人会走 我必须做 但没什么 What you're saying doesn't make sense 你所说的 没有道理啊 你所说的 没有道理 When it doesn't make sense maybe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有些时候 没有道理的时候 可能你是 你走的路是对的 有些时候 没有道理 是你走的路 是对的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eace Because Philippines 4-7 says The peace of God transcends is our understanding 尤其是当我们 不理解的时候 因为呢 菲利比书第六章 第四章 第六到第七节 告诉我们 上帝把超乎 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等于人们 没有理解 我们不能完全地理解 上帝做事的方式 还有从他而来的 平安 I remember the words from this man Thomas Watson 我就常记得 这个叫Thomas 的这个人 所说的一句话 如果神作为我们的神 祂会在苦难中 赐我们平安 当外在有风浪时 祂会赐内心的平静 世界会和和平中 制造动乱 但神会在动乱中 创造和平 如果神作为我的神 祂会在苦难中 守候我们平安 当我知道有方言的时候 耶稣来心的平安 世界会在和平中 制造动乱 但神会在动乱中 创造和平 See at the end of the day God can create that peace in that trouble 所以在最后呢 我们要明白 上帝会在 动乱当中呢 创造平安 所以最好 我们要知道 兄弟会在这个动乱当中 创造这个平安 And this peace is not about removing the trouble 这个平安呢 不是把这个苦难呢 挪走 这个平安 不是说这个困难 爭造 So I'm sure today many of us we need this inward peace 我知道今天 很多人的人 都需要这个 内在的平安 我想说今天 当中人家 需要这个 来在的平安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find that? 你要怎么样得着呢? 你会安全有点 Well the answer is found here in Isaiah 26 verse 3 就在以撒亚书 第26章第三节 这个以撒亚书 二十六章第三节 你使坚信不移的人 全然平安 因为他们信靠你 你会坚信不移的人 转联平安 因为一人信靠你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hare with us today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 头一块我给大家分享的 The first aspect of peace is this inward peace 平安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一个内在的平安 平安的这个方便 就是来在的平安 This peace comes from God 这个平安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个平安是对上帝以来 And we can only receive this peace when we trust in him 唯有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着 这内在的平安 唯有那让他信口一的点下 让他开始得到 这个来在的平安 Now the second aspect of peace is something I'll call outward peace 平安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这个外在的平安 平安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外在的平安 See inward peace focuses on us 内在的平安是关乎到我们 来在平安是关乎到哪能 Our spirits, our thoughts, our emotions 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思想 还有我们的情感 哪能的心灵,哪能的情形 哪能的师兄跟哪能的情感 But this outward peace is a peace that must flow out of us to those around us 可是这外在的平安 是从我们的内心流出来 影响到周围的人 所以这个外在的平安 是从我们来心 老出来影响到周围的人 And so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is the peace that we must maintain between us and the people around us 所以这外在的平安 就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上 所出现的平安 所以这个外在的平安 就是我们能够周围的人 发现的这个平安 Najon, we just want to read to you what Luke 22 verse 24 says 我们要看路加福音 第22章24节 说的这节经文 我们来看这个六家福音 门徒又开始争论 他们当中谁最伟大 门徒又开始争论 他们当中想想为大 Now it says that it's a dispute here It was not a conversation or a discussion 这里呢 提到的不是一个讨论 是一个争论 其他说的 不是一个讨论 是一个争论 And who were these people having this argument? 在争论的人呢 他们是谁呢? 只要提到争论的人 是谁呢? It was the disciples And in fact they were right at the last supper right before Jesus And they were having this argument 这是十二门徒 耶稣的十二门徒 而是在耶稣的面前发生 也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的 这里是亚索的十二门徒 是在亚索的面前发生 而是在这个最后 的面前发生的书 Now why did I want just want to share this one verse? 为什么我要分这节经文呢? 为什么要被昆仲 这节经文呢? 因为我要证明 我们身为人类 我们会主动地去找争论 所以我要证明 那些人 那些会主动地来去争论 Now I'm not saying that every single moment we want to be arguing we want to be fighting or whatever 我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 都要去跟人家吵架 都要去争论 不是说那些 但不是一个人 跟人修备 跟人经论 But what I'm saying is that all of us regardless of who we are we are susceptible to ending up in disputes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我们是谁 我们都有这个可能性 会进入争论当中 我要说的是 无论哪哪是谁 哪哪不可能 真是正经论的事 The disciples who spent so much time with Jesus and were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Jesus still ended up in a dispute 这些门徒呢 他们跟耶稣 分享了很多时间 他们甚至在耶稣的面前 就直接的有一场争论了 这种的门徒 对到亚说 真的等的时间 他们就在亚说的面前 就经历了这个经论 所以不论你是谁 你的身份可能是 你可能是一个家长 你可能是一个基督徒 或者一个主长 甚至是一个牧师 我们都不能逃离这争论 所以不论你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是假定 还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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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进入 这个经论的书的那边 如果我们看 加拉太书第五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罪恶的内心的本性 充满着仇恨 争吵 忌恨 恼 恼 恼 纷争 冲突 分裂 跟嫉妒 这些东西都会毁灭掉 我们跟别人所拥有的外在的平安 这些东西都会毁灭掉 我们跟别人 我知道这个平安 and it's something that honestly comes quite naturally to us 这对我们来 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的自然的 就会发生的 这对我们来说 是真的自然的 发生的 I let me prove this to you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Nobody teaches a child how to get into an argument or a dispute or a fight or whatever 从来没有一个人 教导一个孩子 怎么样去跟别人吵架 这或者争一个东西 从来没有一个鸡 就会咬到鸡的鸡 还会咬到鸡 就会咬到鸡的鸡 就会咬到鸡的鸡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孩子 带出去 跟别的孩子玩 他们往往就会进入 一些争吵当中 他们玩得有一点出炉 不小心伤害到对方 他们就开始有争执了 然后使得不错 就不小心 就会对方 他们就有这个经济了 然后新加坡的孩子 会说这一句 I don't know if it works in Mandarin but they got this one phrase they will say 很多新加坡的小孩 都会说 这样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在华语出来 会不会适合 I tell you this line right now I don't friend you I don't friend you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我不要跟你好了 我不要给你好了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Eh parents you never teach your kids to say that one right 没有家长是教导 他们的孩子 这样说这句话的 没有家长是教导 可是小孩子呢 非常的自然的 就会说出这句话 当他们说 我不要跟你好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他们要隔离 他们不要这个 外在的平安了 当他们说 我不要感到好的点 就是一个人要够离 一个人不要有 这个外在的平安了 我就是要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么容易 让我们能跟别人 进入争执当中 我和我来解释是 我们真的容易 就跟别人进入 这个争执的当中 就是因为起争执 是非常的容易的 我们就很难得着这个平安 因为去争执是真的容易 所以我们就真的 坚持到这个平安 That's why Scripture says this in Hebrews 12 就是为什么 圣经在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说的这节经文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说的这节经文 西伯来书十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要尽力与大家 和睦相处 并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因为不圣洁的人 不能见主 你们要谨慎 以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 长出苦毒的根 扰乱你们 玷污众人 西伯来书十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你们要尽力 和大家和睦相处 并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因为没有圣洁的人 不能记住 你们要谨慎 以便有人失去了 上帝的恩典 使出口头的君 来凿乱你们 玷污正人 这两节经文 提出了一些 层次的解释 这两节经文 有提出 两个情书 的这个故事 第一说 你要尽力 第一说 你要尽力 尽力 is this not just about trying your best 这个不只是说 你要用最好的方式 这个不是说 你用一个最好的宫馆 this is talking about how you have to put in effort and strength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live in peace 这是告诉我们 你要尽很多的力量 去做 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 不是自然的事 其实是说 我们要紧张来做 因为这个不是 自然的事 then after that it says live in peace with everyone 然后他说 和大家和睦相处 他说 和大家和睦相处 it didn't say live in peace with those you like or with your friends or with your family he says everyone 他不是说 你跟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的人 和睦相处 他是说 与大家和睦相处 他不是说 你跟你的家人 是你苏解的人 和睦相处 他就是说 给大家和睦相处 who is everyone 大家到底是指谁呢 大家是谁呢 yes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是 包括了你的朋友 和你的家人 包括了你的家人 它包括了朋友 可是也包括了 你最讨厌的那个人 它包括了 你最讨厌的那个人 也包括了 那个最讨厌你的人 也包括了 你最讨厌的那个人 包括了每一个 伤害过你的人 甚至是你的敌人 包括每一个 伤害过的那个人 心迹是你的敌人 这就是和大家 和睦相处 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 跟大家和睦相处 是很重要的 上帝呼召我们这样做 上帝和求 我们能这样做 所以耶稣就在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九节说了这句话 所以耶稣就在 马太福音第五条第九十 讲了这句话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称为上帝的儿女 让人和睦的人 有学了 因为他们 必称为 上帝的儿女 如果我们 称称自己 是上帝的儿女 是基督徒 我们必须 成为 这个平安的子民 那是我们说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必须 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 when we live in outward peace when we make peace with people we carry the very DNA of God 当我们 就是在 外在有平安 与人和睦相处的时候 我们就是带着 上帝的基因 那是说 我们跟人 和睦相处的 点心 我们有平安来说 我们就 带到这个 上帝的基因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 自己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 尽力和睦相处 今天 你必须 问你 哪哪是 是不是 尽力和睦 和睦相处 或者是 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画了很多条线 我们拒绝了很多人 不愿意跟他们 就是有关系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 思念 因为我当时 会有这样的 数量 因为你伤害过我 我以后 从此以后 不要再跟你有交往 因为你八十几个 所以从此一号 我不要感到 有这个交往 可是耶稣就在 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的时候 教导我们这句话 马太福音 十一到二十二节 彼得上前问耶稣 主啊 如果我的弟兄 得罪了我 我该饶恕他 多少次呢 七次够了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 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 十二十一 比得上前 问耶稣 主啊 如果我在这里 得罪了我 我该老书 以罗祝拜呢 七次够了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 不是七次 是七次 是七次 到底做多少次呢 其实不是重点 耶稣要教导的 就是要一直地做 继续地做下去 做军阿爸 其实不是一个 当店 耶稣 跟佛祝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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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forgiveness》 is about making peace 饶恕是在制造平安 饶恕是在制造平安 当有人伤害你 或者你伤害别人的时候 平安就不存在了 当你相爱 白人开始 白人相爱 对来说 这个平安就没存在了 But forgiveness desires to reconcile that relationship 可是呢 饶恕呢 是要这个关系 能够得到修复 但是饶恕呢 是在和好 这个关系 有这个修复 And so when we reconcile that relationship then peace comes to us again 当我们修复 和好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和平平安 就回来了 人家修复 这个和好的关系 来说 这个平安 就多登来了 And so today maybe there's some of us people have hurt us quite badly 所以今天呢 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呢 已经受到了 很多他人的伤害 Maybe some of you are saying Oh pastor is that person that person don't want to be at peace with me 可能有些人 会对我说 牧师啊 是那个人 不要跟我有和平 平安 But I'm gonna ask you Are you willing to be the one to go and make peace with that person 可是我要挑战 你的就是 你愿不愿意成为 那个制造和平的人呢 但是我的挑战 你是不是习惯 以去成为 这个制造和平的人呢 How can Pastor I'm the victim呢 可能说 不是 哪里有可能 我是受害者啊 那可能说 牧师 我没有可能 我是受害者 That person should come to me and ask for my forgiveness 是那个人 必须来找我 求我的饶恕啊 是那个人 应该来 求我 我冗余 Can we imagine for a moment If Jesus Christ had that same mindset 我们可以不会 试想 如果耶稣 也是有 跟我们一样的 这种思念 怎么办呢 你想看看 如果耶稣 可能就像 这样的数量 怎么会好呢 Do you know Jesus was the ultimate peacemaker 你知道吗 耶稣是 真正的 完全的 平安的君王 Our sin makes us enemies with God 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 神的敌人 我们在罪 让我们 跟神成为 敌人 And Jesus came to be the peacemaker to die for our sins so that our relationship can be reconciled 耶稣来呢 是要 修复这个 平安 让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赦免 能回归到 上帝的 同在当中 You know Jesus wasn't even just the victim He was an innocent party 耶稣不只是 受害者 他甚至是 一个无辜的 耶稣不但 不是这个 修复者 他是这个 无辜 So if Jesus had that same mindset as us 如果耶稣的 这个思想 跟我们的思想 是一模一样 的话呢 那是 耶稣师兄 跟他 修复 来说 Then there's no hope for us 那我们每个人 就没有盼望了 那每一个人 没有这个盼望了 哎呀 I'm the victim So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Let that person 看 and look for me 耶稣说 我是这个受害者 我就什么都不做 让那个人来找我 耶稣说 我是这个受害者 我什么东西 都不要做 给那些人 来找我 See this is the Christian faith 这个是基督的 基督徒的信仰 这个是 我们的基督徒 信用 It doesn't make sense 不是 这个是超乎理解的 这个是超乎 那能一趟离开 Which is exactly what Philippians 4 says that this peace transcends our understanding 就是为什么 菲利比书第四章 就告诉我们 这是出乎人的预料 跟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 这个菲利比书 带四丢跟他说 这个是 出乎意料 超乎 那能一趟离开 Let's come back to Hebrews 12 14-15 我们现在回来 这个希伯来书 12章 14-15节 那这句 多等来 这个希伯来书 十二十四到十五十 你们要尽力 与大家 和睦相处 并要追求 圣洁的生活 因为不圣洁的人 不能见主 你们要谨慎 以免有人 失去上帝的恩典 长出苦毒的根 老乱你们 玷污众人 这里给我看到 一个奇妙的图画 知道我看了 一个奇妙的图画 It talks about a bitter root 他提到了 一个苦毒的根 知道 说到一个 瘤的根 Now a root is interesting 根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 新公词 这个根是 真的有趣 比的这些形容 Have you ever tried to to pluck out a plant that has very shallow roots 你有没有 尝试拔过 一个植物呢 它的根 是非常的浅的 日子 不然 七个月 被除 这个球章 它的根是 真的浅的 Well it's very easy to do so 是非常的容易 做到的 其实是 真的容易 做掉的 But when something has very deep roots 可是有些东西 它的根 非常的深的时候 但是 有些球章 也会 真的轻美 的 I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to pluck it out 要把它拔出来 就非常的 不容易了 将它背出来 就不容易了 See today some of you you know you need to release forgiveness or you need to go and make peace with somebody 今天 你们当中 有一些人 知道 你必须释放饶恕 去制造 和平平安 今天一天 有的人 知道 你必须释放饶恕 这个老师 去制造 这个平安 有些人可能说 牧师 我听到你 所说的话 可是这太难做了 有些人说 牧师 我听到你 都说的 但是 真的 这太难做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 今天 如果是困难的话 明天 不会变得更容易 我跟你说 如果你今天 自己困难 明天 会变成容易 而且会越来越困难 等下 会越来越困难 我相信 我们当中 很多人 都经历到 破碎的关系 我相信 当中 很多人 也会 立过 破碎的关系 你知道 有一些破碎 会持续好几年 你会知道 有些破碎 是可以 减着 很多年 那如果我们 等了够久 让这个苦毒 根深蒂固的话 那是你 等到够久 让这个 恶毒 真的亲 来说 你要把它 除去的时候 就会 更加的困难了 你会终于 堵起的 时候 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今天 你要决定 成为一个 和睦相处的人 所以今天 你要决定 你做一个 和睦相处的人 这是不容易的 这个是 没用意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信靠 依赖 上帝帮助我们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信靠 依赖 让我们的 上帝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 分享的就是 平安的这两个方面 所以今天 要跟大家 混合于就是 平安的 智能的方便 第一 我们有 内在的平安 第二 我们有 外在的平安 第一 哪能有 来在的平安 第二 哪能有 外在的平安 在我总结的时候呢 我要提到这个 平安 You know we often use peace as a greeting in church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 用平安 来跟大家 做一个 祝福 在教会 我们能够 用到这个平安 给大家 做一个祝福 You know when you see someone or you greet someone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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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见朋友 我们看见 祝福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跟他 握手说平安 我们来看见朋友 祝福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 阿祝给说平安 Now this comes from a Hebrew greeting or a Hebrew word that the Jewish people will greet each other with 这个平安 这个字呢 其实是从这个 犹太人 他们希伯来文 里面的 这个平安的字 而来的 这个平安 这个就是对 这个犹太人 希伯来文 来平安 以来 And I think many of us know the word as shalom 我们很多人 都知道 这希伯来文 的文字呢 其实是 shalom And we always understand that shalom means peace 我们都明白 shalom的意思 就代表着平安 But if you study the word you end up realizing that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that It's a very rich word 如果我们仔细地 研读 shalom shalom这两个字的话呢 我们会明白到 这个字是很有 有很深的意义的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meaning 我们来看这个 shalom的意思 完整 完全 安全 扶持 和平 满足 友谊 管政 管转 安转 福利 和平 满足 友谊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is word is this aspect of completeness wholeness 在这 shalom这个字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 就是完整 完全的意思 其实shalom 这个意思 有一个 意思 就是完整 就是完整 所以平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整个人 变成完整 我们是完全的人 所以平安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那我们成为 一个 完整 完整的人 当你没有这个平安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 完整 完全的人 那现在没有这个平安 你现在都不是 一个完整 跟一个完整的人 You're missing out on joy 你错过了这个喜乐 你错过了这个喜乐 You're missing out on a certain peace of mind 你没有这个 心里面的这个平安 你没有这个心里面 没有这个平安 You are filled with worry and anxiety You're missing out this sense of peace 你的心里 充满着忧虑 焦虑 你就是没有了 这个平安 你就不完整了 你心里面 穿我优如 全部交流 都没有这个平安 都没有完整 and so peace is really like I said it's about wholeness completeness 所以平安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个完整 完全的人 所以平安的意思 就是跟他说 我们是一个完整 一个完整的人 and so in terms of today's message 所以今天的信息呢 所以给大家的信息 I want to tell us that peace is not just a feeling 平安 不只是一个感觉 平安 不只是一个感觉 because very often we just focus on this inward peace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 是讲到这个 内在的平安 但 then this peace is incomplete 这样的话呢 这个内在的平安 是不完整的平安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内在平安 是没有完整的 because true inward peace should lead you to develop outward peace 因为真正的 内在的平安 会带领我们 找到这个 外在的平安 因为内在的平安 会带领我们 找到这个 外在的平安 and this outward peace would actually finally bring us back to that inward peace 而这外在的平安呢 也会带领我们 回到这内在的平安 以这个外在的平安 也会带领我们 回到这个内在的平安 see this is the whole this is how peace is made whole 这就是 这个平安 怎么样 变成完全 这个就是 这个平安 如后 变成这个 完全 我们的内心 世界 是完全的 找到平安 我们的外在 关系 也看见 和平 还有平安 我们来在 看着这个平安 比较我们 知道 这好平 会带这个平安 今天 我知道 世界充满着苦难 今天 我知道 世界充满着苦难 甚至是在我们 自己的生命里面 充满着苦难 甚至在 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充满着苦难 我不是在这里说 我明白你一切的苦难 我不是在这里说 我明白你一切的苦难 可是我要在这里 对你说 上帝 他明白 他知道 你的 这些苦难 他与你同在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这一切的 知识 都一切的苦难 平下 他给我们 当代 如果你愿意 得到 这个 平安的礼物 你必须 回到 这个 平安的源头 但是 你要听到 这个平安的礼物 你就必须 对我们 这个平安的 源头去 这个是上帝的话语 在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十八到十九节 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 与他和好 又把劝人 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了我们 也就是说 上帝在基督里 使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 他以托付我们 去传扬这和好之道 这一切 都是上帝的作为 以这道基督 让人家和他和好 有各种 坑人家和他和好 的职份 赐给了那人 也就是说 上帝在基督里 让世人 和自己和好 不再追究 他人的规范 以以托付 那人 去传扬 这个和好之道 现在耶稣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 现在也说 让人家和上帝和好 那让我们 得到这内在的平安 和那人 帝到这个 来在平安 和那人 现在我们有 这内在的平安 就让我们 这来在平安 我们是 entrusted with this sam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to be a peacemaker just like Jesus 上帝就托付了 这个和好的 服事的事工 与人和好的 事工 交托了给我们 and so we must have this outward peace with those around us 所以我们必须跟 我们旁边的人 有这个外在的 和平平安 所以我们必须 跟我们 外面的朋友 我们必须有 这个外在 和平和平安 耶稣被称为 和平的君王 因为他带来了 永恒的平安 and if he is this greatest peacemaker and we are his disciples then we must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既然他是和平的君王 我们称为他的子女 我们也必须 追求这个平安 and as I close off I want to just come back to Isaiah 26 verses 3 to 4 那我结束之前 我要回到这 以赛亚书 26章 第3到第4节 等我继续 我再继续 这个以赛亚书 是六中三到四十 你使坚信不移的人 全然平安 因为他们信靠你 要永远信靠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 是永远毅力的磐石 你和坚信不疑的人 转连平安 因为一人信靠你 要永远信靠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 是永远坚立的伴救 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 有些人从来没有 对福音做出回应 我知道当中 有些人 从来对福音 没有做出回应 可是今天 你必须做出回应 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平安 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平安 And God wants you to receive that peace 上帝 祂想要你拥有这个平安 上帝要让你拥有这种平安 You know what is the ultimate thing that robs us of peace? 你知道剥夺我们平安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吗? 你才给他掉 这个平安的最大敌 你是什么? It's not COVID-19 不是这个疫情 不是这个病毒 不是这个病毒 It's not our financial troubles or sicknesses 不是我们的经济状况 不是我们的疾病 不是我们的经济 是我们的病毒 Is this thing called sin? 是这个叫做罪的这个问题 是叫做罪的问题 Sin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all guilty of It's when we reject God's ways And we do things our own ways 罪就是我们拒绝了上帝 我们我行我素 罪就是我们的股脚了上帝 我们能做自己爱做的事 And sin makes us enemies with God 而罪使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 罪使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 And because of that We read that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语 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乃是死 This death is not just a physical death It's a spiritual death It's an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这个死亡不是一个肉体上的死亡 是一个属灵的死亡 使我们与上帝永恒的隔绝 And we would deserve that Because we are the enemies of God 我们的确是因得这个死亡的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 But God is the greatest peacemaker 可是上帝他是平安的君王 And so he sent Jesus to die on the cross To make peace between us So he tiaspah 耶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Yu 让我们能与上帝和好 So he tiaspah 耶稣 We didn't want him to be able to For how to make peace between us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are no longer the enemies of God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are no longer the enemies of God We receive that inward peace 我们领受到这内在的平安 我们领受到这内在的平安 And now we're entrusted to bring this outward peace to everybody around us 那上帝把这个平安 要我们托付 托付了这个平安给我们 要我们把这个和平 带给我们周边的人 上帝托付了 让我们将这个平安 让我们将这个平安 带给周围的人 Today if you've never responded to the gospel This is the time 今天如果你从来没有回应福音 现在就做出回应吧 I'd like all of us to close our eyes and bow our heads 不要大家低下我们的头 闭上我们的眼睛 And today I know this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我知道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 Some of you you may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But you know you need to respond today 我知道有些人呢 你不是完全地明白全部的东西 可是今天你必须做出回应 I want you to take the step of faith I want you to take the step of faith I want you to踏出这信心的一步 I want you to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 While your heads are bowed and your eyes are closed I'm going to hand over the time to Pastor Wee Long 当你的头低下的时候 你的眼睛闭上的时候 我把时间交给韦龙牧师 And he's going to lead you in a time of responding 他会带领你做出回应 And then after that I'll come back to close off with a prayer for you 然后我会回来为你做一个总结的祷告 And then after that I'll come back to close off with a prayer for you But today I know some of you You know you need to respond 我知道今天你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些 你知道你必须做出回应 I implore you respond to the Lord today 我恳求你今天就回应上帝的爱 我勘求你今天就回应上帝的爱 So Pastor Wee Long Leaders 现在我们来做出回应的祷告 祈求我们来做出这个回应的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感谢你 我会感谢你 我承认 我生灵 我的生命充满着破碎 我会死命穿满了破碎 我有很多破碎的关系 我有真的做得破碎的关系 我的内心没有平安 我的内心没有平安 我也没有外在的平安 我没有我也没有我才平安 而我最缺乏平安的地方 我最想减固的这个地方 就是不认识这伟大的上帝 就是无认识这个伟大的上帝 可是今天上帝 但是今天上帝 我愿意 我又关你 敞开我的心 拍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来 邀请你进来 成为我的神 成为我的神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和平的君王 成为我和平的君王 求你赐我内在的平安 求你赐我内在的平安 也让我得着外在的平安 也让我得着外在的平安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让我不成为上帝的敌人 而使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这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现在我们还要做多一件事 如果刚才你跟我做了这祷告 而且这是你第一次 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的上帝 是一个真实信实的上帝 祂是活生生的真神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祂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祂 可是祂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能经历得到 但是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接下来我要邀请那些刚才第一次做出这个福音的回应的人 接下来我要邀请那些刚才第一次做出这个福音的回应的人 接下来我要你自己做一个祷告 接下来我要你自己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不是你跟随我做 这个祷告不是你对着我说 而是你自己对上帝说 而上帝必随听必应允你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祷告真的简单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说 我会跟你说安全有功 可是你要自己来说 但是你会自己来说 这个祷告就是这样的说 这个祷告是怎么说 上帝 上帝 求你让我经历你 求你和我经历你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的简单 而上帝他必定应允你这祷告 在接下来的这几天 你必定经历到这信实的上帝 他的真实会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接下来 所以接下来 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升到三的时候 如果刚才是你第一次做出这个回应的 那是早上 那是早上做出这种回应 或者甚至你刚才没有跟随我做这个回应 可是甚至早上没有对我做出这个回应 你仍然可以寻求上帝 求他 让你经历他 你只要说着简单的这一句话 你只要说着简单的这句话 上帝 求你让我经历你 让你低下你的头 闭上你的眼睛 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就自己做着祷告 你对上帝说 求你让我经历你 就是这么简单 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就自己做这个祷告 你就自己来做这个祈祷 我现在开始数了 我就准备来开西圣了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要感谢你 我要感谢你 你听到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呼求 你听到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呼求 你是真实 你是真实 你是信实 你是信实 你是可靠的神 你是可靠的神 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必定应允他们的祷告 你必定英文一个人的祈祷 他们肯定会经历你 一个人肯定会经历的力 证明你的真实 证明你的真实 证明你的爱 证明你的爱 证明你的信实 证明你的信实 让他们经历你的平安 让他们经历你的平安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这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尼基多是奉亚所得胜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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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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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 你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 所以就能够看起来了 我们非常开心 一些做出回应的人 我们真的开心 最初做出这些回应的人 如果你刚才做出了回应 我要跟你分享这件事 那时你做出了这些回应 我就会感到混用 这些回应 这些选择 你做的这个决定 不只是一个 你做出的这个决定 不只是一个句号 你做出这个决定 之后我的生命一切就有平安了 这一切就结束了 我做这个基督 我一切就有平安 我就有结束了 It's not the end It's a beautiful beginning 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始 这个不是一个结束 这个是一个比较的开始 And in this new journey you're like a what we call a spiritual baby 这个新的开始 是你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 这个新的开始 是活日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 The reason we say baby is because a baby needs time to grow a baby needs a family to help it grow 我们称为属灵的婴孩 是因为一个婴孩 需要时间成长 一个婴孩需要一个家庭 帮助他成长 如果你是属灵的婴孩 是因为这个婴孩 需要生求 需要属灵的阶段来看过 So for you as a spiritual baby you need a spiritual family to come together to walk this journey together with you 那你身为一个属灵的婴孩 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庭 来帮助你在这属灵的 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 所以你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婴孩 来帮助你在属灵的婴孩 and we would love to be that family to you 我们非常的愿意成为 你的属灵家庭 我们真的关于成为 你属灵的婴孩 So if you responded just now we're going to put up this website on the screen please come and connect with us 如果你刚才跟随了我们 做出了这个回应 我们现在的荧幕上面 现在有一个网址 求你与我们做出联系 那是早上 你做出了这个回应 那就是属灵的网址 哇 求你刚刚来有这个两次 or even if you didn't respond at all just now but right now you know you want to respond you must respond just respond at this website as well 或者是你刚才没有做出回应 可是现在你感觉到 你必须做出这个回应 也请你来这个网址那边 跟我们留话 那是你头早了没做出回应 但是你这句时候被回应 你也需要想得到 这个网址来搞跟他联系 So go ahead and respond there 所以请你去那边 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所以可以接着网址 只需要跟我们联系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connect with you 因为我们非常地乐意跟你交谈 所以我们真的乐意会跟你交谈 So we're going to close off this time worshipping the Lord 现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要来敬拜上帝 其中我们结束之前 那人爱来敬拜上帝 But I know many of us as Christians we must respond to this message as well 我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 我们也必须来做出回应 人类知道 那是因为基督徒 人也必须来做出回应 Some of us need this inward peace 我们有一些人需要 内在的平安 当然有些人需要 就也来在平安 Some of us we need to work on this outward peace 我们有一些人需要 外在的平安 要主要人需要 就也挂在平安 Many of us need both 很多人两个方面的平安 都要需要 但是真的有些人 这两个人的平安都需要 And maybe some of us today the reason why we don't have this inward peace is because we have not entrusted our troubles to God 我们有些人 没有这个内在的平安 因为我们没有 把这些东西 都交透给上帝 有个人没有 这些来在平安 是因为 那些人没有 中的书 交到我们的上帝 Yes, we pray over these issues 是的,我们是有 为这些事项来做祷告 But we expect 那是为这些事项来祈祷 But we expect God to resolve it according to our ways 可是我们 是要上帝 照着我们的意思 来解决 这些情况 但是那是 我们是爱上帝 照着我们的情况 来改观 But today you want to find that peace you must learn to trust God to do things His ways 可是今天 你要得到这平安 你就要信靠上帝 照着他的意思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是今天 你爱有这个平安 你会照着兄弟 安到一个意思 来给你 带到这个平安 Some of us We need to work in this outward peace area 有一些人呢 你需要在外在的平安 上面呢 做出功夫 有个人需要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平安里面 做出几方面的条件 There are broken relationships that we need to mend 你需要修复一些破碎的关系 你需要修复 一些破碎的关系 Now I'm not expecting you to right now after this sermon go and get right 我不是要你说 在这信息过后呢 你马上就去 就是修复一切 我不是说 跟信息归完之后 我们马上去修复一切 Because I understand some things are very painful and difficult 因为我明白 有一些东西 是非常的痛 非常的困难的 我也明白 因为在书时 真正疼 真正疲惫 Of course if God tells you this afternoon go and get r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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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nd go ahead then go ahead 可是如果上帝 的确的跟你说 这个下午 你就去和好 你就应该顺服 直接去做 但是上帝 跟他说 这个下午 你就要好好 你就要立刻去做 But whatever it is I'll say this 可是不论是怎么样 我都会说这句话 但是没人转眼 我不会说这句话 The longer you take the harder it gets 你拖得越久 就会越来越困难 你拖得越久 就越困难 Today 你卖图了 你不要再等了 不要再拖了 respond to the Lord 你就对上帝 做出回应 对上帝 来做出这个回应 So some of you maybe you just need to spend time with the Lord 有些人 你就必须 有一段时间 与上帝 有交流 Some of you maybe you need to be prayed over 有些人 你们必须领受 祷告 Well if you need prayer just put it up in our live chat or call your cell leader or somebody I'm sure they'll be happy to pray with you 如果你需要祷告的话 就把这个需要 放在这个聊天室当中 或者是发简讯 给你的组长 我相信他们 都很乐意 为你做祷告 那是我们的祈祷来说 你才能把这个信息 放在这个艰难 时刻是说 发现信息 给你做中 我相信 他能真的 欢喜来为你祈祷 So we're going to hand over the time to John who's just leading us in his worship song 所以现在我们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白衣梁弟兄 来带领我们这首诗歌 所以总是刚刚 和白衣梁底下 断了那小石瓜 And you just respond as we sing this song 那你在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做出回应 等日底进行石瓜 还是好 就做出这个回应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平静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重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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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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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时要清派 生命没有你的印记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our source of hope and our source of peace 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盼望 主,我们感谢你 日后能给盼望 主,我们今天要领受你的平安 主,我们今天要领受你的平安 教会,我要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教会,我要祝福每一个人 你永远会信靠上帝 你的思念永远是定在上帝的身上 略数量永远定在上帝的心上 and he will keep you in perfect peace 而他的平安就会 领到你的生命当中 以他的平安就领到你的死命的当中 so always trust in the Lord 所以每次都要信靠我们的上帝 所以每时都要信靠我们的上帝 he is good, he is great 他是美善,他是伟大的 他是比善,他是伟大的 and he is in control 而他掌权,掌管一切 比较以掌管,掌管一切 so Lord, teach us to always trust in you 所以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信靠你 所以主要说 Ka to go nang,信靠你 to know that your ways are higher than our ways 让我们知道你的道路超乎高过我们的道路 Lord, we lay down all our troubles all our concerns before you 主,我们把所有的困难 我们的顾虑都摆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把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难 都交在你面前 and we pray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我们祷告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 我们祈祷列国降临 列祈以圣旧 在这个地上 In Jesus' name we pray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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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But trust you had a great time worshipping with us 我们相信这段敬拜的时间 是你得到很大的祝福 我们相信 在这段敬拜时间 你得到真正嘴 So God bless you We'll see you next weekend 神大大的祝福你 我们下个周末再见 Shin Tata Johok Li Eleby Nakko Zai Ki Stay home and stay safe 你记得 留在家中 保持安全 Tamdi Choo 不持安全 再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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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